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我之前遇到过在Windows10系统下 在PS Photoshop还有PR 甚至有一些游戏下面的一些快捷键不能用 但有的时候又能用 后来经过我的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并且改变了我的使用习惯 现在用起来还是挺顺手的 这个视频我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各位 先以Photoshop举例 比如我现在要选择文本工具 快捷键是T 是不能用的 手动选择工具 这时候是可以正常输入文字的 再选择T 还是不能用的 这是因为输入法的问题 注意右下角 现在的输入法是中文 虽然这写着一个音 但是这显示的是中文 那怎么办呢 点击这个位置 这有一个拼音 出现两个 一个是英语前面的图标是ENG 选择英语美国ENG 这是美国键盘 再选择T 这样就好了 或者选择V 或者选择C 这样快捷键就好用了 因为现在选择的是英语键盘 这时候输入文字又出现了问题 只能输入英文 怎么才能输入中文呢 还得再切回来 选择中文键盘 这是一点 在PR下面试一下 PR下面最简单的就是加减号 加号减号都不能生效 这是因为现在选择的是中文的拼音 选择英语拼音 加号减号 都能正常使用 再比如这个字幕 选择文字 想修改文字 这样只能输入英语 要想输入中文 必须得切换成中文输入法 才可以 但一旦切换成中文键盘 中文输入法 它的快捷键又不能用了 加号 讲号 斜线都不能用 需要切换成英语 加号减号 这样才可以 在游戏里面也是如此 如果在游戏里有快捷键的话 比如命令与征服的重制版 它经常需要用到快捷键 在进入游戏之前 一定要切换成这个的英语键盘 这个英语键盘 跟中文键盘有什么不一样 下面分享一下我的设置 进入Windows设置 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和语言 这个语言里面有一个左侧有个语言 这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中文 一个是英语 这两个都是要有的 先选中文点击选项 在中文里 它的键盘只有一个是微软拼音 这块你那可能会有QQ拼音 或者是搜狗拼音 百度拼音 我使用的是微软 Windows系统自带的拼音 没有其他的输入法 这个没关系 不管你那是微软拼音 还是搜狗输入法 还是QQ输入法 它都在中文的体系下 再回过头来看英语 英语里面有个选项 它这有一个美式键盘 这是英文输入法 这是两个体系 在右下角这切换的是英语和中文的体系 先切换成英语体系之后 才能正常使用PS PR 还有游戏的快捷键 中文体系下的中文输入法里面的英文 它只适合输入英文的文字 并不能使用快捷键 要使用快捷键 必须要把它切换成英语键盘 真正的英语体系下的英语键盘 前面的图标是ENG 这个是本视频的重点 那么怎么快捷的切换呢 我的办法是这样的 这也有提示 现在是英语体系 用键盘的Windows键加空格 按住Windows键 频繁的按空格 它会在英语体系和中文体系下面切换 比如我现在需要输入中文文字 把它放到中文上 就可以了 如果这时候我要输入英文 可以点一下Shift键 就输入英文 或者是Ctrl 空格 中文Ctrl 空格 又换成英文 简单的设置就是用左Shift键来切换中文系统下的中英文 注意看这个位置 现在是中文 你好 按Shift 变成英文 你好 再按Shift 你好 这是中文下的中英文 用Shift键切换 如果想用快捷键 用Windows键加空格切换 在英文下 你按Shift是不管用的 它只能是英文 那如果忘了怎么办呢 鼠标放在这个位置 这有个提示 要切换输入法 请按Windows键加空格 这个知识点就是我想分享给各位的 你学会了吗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